除了晾那个爸的衣服以外还晾啥了 没 就几件小件 啥小件啊 就还有几条丝袜 那能惹啥祸是咋的 哎呀我的妈呀 丝袜还不惹祸 丝袜还不惹祸 夫子约 不怕事不大 就怕晾丝袜 哪个夫子约的 哪个夫子 大姐夫 这瞎约 你俩做好了 你不怪我今天跟你们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再三跟你们说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严格遵守 我是物业副经理 我自己都不遵守 我还怎么去要求别人呢 对不对 咱们不得从自身做起吗 是不是 你就这事 我跟你说 一会儿咱们物业的田经理 就得批评我 就得跟我发脾气 你知道吗 那咋的 他还能追咱家来批评你啊 赵副经理 你看来了吗 赵副经理 田经理 问你点事啊 平时你们家都谁洗衣服 那个 那个 我 我洗的 我洗的衣服 你闲的呀 那衣服在盆里待着好好的招逆得你了 是 你没事聊着他干啥呀 那个 田经理 今天这衣服啊 确实不是我洗的 那你告诉我 今天这衣服谁洗的 我洗的 洗的好啊 小米铃 咱们女孩子 不是 你们女孩子 就应该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非常好 你刚才不是说洗衣服不好吗 洗衣服有啥不好啊 问题是晾衣服的 赵光子 今天这衣服谁晾的 也是我晾的 晾的对 小米铃 天这么热 那衣服洗完不晾不馊了吗 主要是晾衣服这个地方 赵刚子 乌业说没说 三零五神强调 不让私自大量一架 怎么着乌业副经理这点事传达不到位吗 是我错了 我我我我我下回一定改正 我我再传说一遍啊 以后归章制度绝对不能破坏 再破坏的话我跟你说大姐夫可是容易发脾气的啊 笨笨你这么瘦呢 那个大姐夫啊消消气啊哎大姐夫哎这现在你现在是什么职位 我啊 我咱物业副经理啊 那你怎么跟业主说话呢 啊 跟业主说话好好说和颜悦色知不知道你说就你这态度我能不批评你去去去去 啊大姐夫过来啊 谁呀 跟谁俩整一下整一下呢他干啥的 不是这我们单位的经理 你现在在哪呢 在家呀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在咱们家什么地位呀 大姐夫啊 对呀你大姐夫啊他呢 他是有可能是咱未来的三妹夫 你先别说有没有可能 就算他现在是咱家三妹夫 你俩中间是不是还格格二呢 是啊 是格格二 对呗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这个时候你这么灌着他 你信不信你要给他灌出毛病来 以后咱们家前准分左边给你挖坑 他在右边就敢给你买土 你还能有猪头猪吗 是好 还是好 捞他 田妹妹 啊 老一 那个 你在家里边你对你大姐夫是怎么说话的 你对大姐夫什么态度 大姐夫 那个有什么吩咐 隔着二过来 隔着二太难听了 三过来 这不是好听多了吗大姐夫 我跟你说啊 未来的妹夫 以后你对大姐夫你得客气点 是不是 以后你真进了咱们这个家 你就是我三妹夫 你得跟榜样学习 你跟好人学习 你别跟前生份学习 天天第一个铁锹给我挖坑 我那个不拿铁锹挖坑 我主要找你是谈谈工作 精力行致事 大姐夫啊 大姐夫 你说 我知道天经理 这事确实是我们家做错了 责任主要在我 你放心 我回头说一下 我再说一遍啊 大姐夫啊 那个啊 你们家洗衣服呀 不是咱们家呀 洗衣服 错没错 但是有一件衣服还立功了 啊 什么玩意儿 我们家衣服立功了 哪件衣服立功了 一条丝袜呀 丝袜 哎呦我的妈呀 真真真立功了 真认得逗你 哎呦我的妈呀 咱家一条丝袜立功了 哎呦我的妈这哪讲理去